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呢,已经在7月1日那天正式的开幕了 那刚才呢,我就参加了美食节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就是别开身面的炒饭比赛了 说到这个炒饭比赛啊,哇,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哦 那现在呢,就让我带观众朋友们一起到刚才的比赛现场去看一看吧 在炒饭比赛开始之前 主办单位首先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段精彩的醒尸表演 哇,他们充满活力的表演,真的是令人有一种生龙活虎的感觉哦 看过了醒尸演出之后,炒饭比赛就终于正式的展开了 而率先进场的呢,是今天其中的五位参赛者 虽然这个别开身面的炒饭比赛是首次在新鸭坡举行 但是呢,却得到了很多公众人士的热烈支持 报名参加的人数啊,总共超过了一百二十多位呢 其中呢,就包括了家庭主妇,文员,专业的厨师等等 而经过了九个回合的比赛之后 评判团最后选出了十位炒饭精英进入今天的大决赛 你看,现在第一组炒饭比赛的参赛者已经差不多把他们的精心杰作完成了 他们每一个人所选用的材料都不一样 而且呢,更是充满了个人特色呢 真的是各有千秋啊 刚才呢,五位参赛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杰作 那现在呢,来到了最紧张的时刻呢 那就是评判在给他们打分的时刻了 要不要去看一看 今年主办单位特地请来了杂志总编辑于时评家宋童娟女士 攀饭导师与美食家细景林子女士 本地艺人于时评家林一鸣先生 以及餐馆主厨柯景来先生 一同前来评估参赛者的表现 好了,那看过了刚才的五位参赛者的厨艺之后呢 接下来另外的五位参赛者现在就要开始他们的比赛了 想不想看一看呢 所谓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啊,在正式施展真功夫之前 每位参赛者呢,都必须要先把他们专用的帽子、围裙等等工具准备好 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原来这五位参赛者都是专业的厨师 难怪每一位参赛者都煮得四模四样的哦 而谈到评分标准方面呢 这次主办单位就以创意以及色香味型作为准则 只要参赛者在这两大方面达到高水平的话呢 便有希望夺得冠军宝座啦 另外由于主办单位不容许参赛者使用味精 所以他们所烹饪的炒饭都是真材实料的 绝无投机取巧之处哦 哇,看着今天这个高手如云的场面啊 我想我们的评判可真的是要大伤脑筋哦 时间过得真快 转瞬间呢,十五分钟的指定时间就快要到了 而五位参赛者的精心杰作呢,也差不多做好了 这个时候又是评判员出来打分的重要时刻了 一盆盆诱人的炒饭终于出炉了 连我看了都忍不住想尝一下呢 看到评判们吃得那么津津有味 相信参赛者的炒饭必定非常的合乎他们的胃口吧 比赛又告一段落了 为了缓和现场紧张的气氛 主办单位特地为观众安排了一段轻松好看的歌舞表演 今天呢,评判的成绩马上就要出来了 哇,真的是好紧张啊 那你到底想不想知道这次的炒饭冠军他到底是谁呢 那现在就随着镜头去看一看吧 这一位呢,就是亚军彭韵彤厨师 至于冠军的融贤呢 就是由创作翡翠珊瑚人参炒饭的菜精元厨师所获得了 这一位呢,是我们的炒饭亚军彭韵彤先生 他的炒饭呢,叫做 月香精果营 月香精果营 哇,你这次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亚军啊 没有想到 哇,没有想到,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炒饭啊 你觉得跟别人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跟别人不同的就是 带有越南的风味啦 这次的冠军呢,这次的冠军呢,终于诞生了 他呢,就是蔡元金先生 那先生,恭喜你 哇,获得了一万元的奖金哦 蔡先生,我想问你,你这次的炒饭你是跟谁学的啊 跟我的师父讨论得来的 哦,跟你的师父讨论得来的 你的炒饭名字叫做 北翠珊瑚人参炒饭是吗 对 你是中国什么灵感得来的 灵感 因为珊瑚是用蟹王嘛 然后那个北翠是用菠菜汁咯 人生哦,配合咯 其实这次美食节炒饭冠军的诞生呢 我们这次别开身边的炒饭比赛也到这里搞一段落了 那么喜爱朋友或者是喜爱吃炒饭的朋友 看了我们刚才的节目之后呢 你是不是也想自己独创一道有特色的炒饭呢 好了,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